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主流媒体发声,王一博两名粉丝被拘,网友,追星真该有个底线 现在许多粉丝追星真的没有限度一些 偏激的粉丝追星已经太过离谱,甚至满足自己的私欲 不惜在法律边缘徘徊,这样的行为做法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是粉丝,而是私生 其实这也是每一个走红的明星都会遇到的难题和头痛的事情 私生无法根除,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疯狂的粉丝谁也不知道会从哪里冒出来 这也之所以示范圈这么出圈,这么不招人待见不招人喜欢的原因之一 总是有一部分不理智的偏激的粉丝打着爱的名义去做着那些败坏路人员伤害郑主的事情 一边欢喜一边愁,王一博真粉都在奔赴绿海,假粉却在投机取巧 最近王一博车上被安装定位追踪这件事 想必大家也都关注和讨论,会让我们感慨做明星 做演员其实也真的不容易 在舞台上大家喜欢他们在荧幕上,喜欢他们的作品就算了 为什么连私下的生活空间都要享有所掺和呢? 喜欢一个人喜欢他的作品,多关注作品,远离私生活,去喜欢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带动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才是追星的意义,而不是盲目地去把他们捧成神,也更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去触犯法律 就连主流媒体都关注了这件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粉丝追星,而是在法律的边缘不断地游走 贩卖私人信息难道真的是爱吗? 如今这件事有了新的进展,两个嫌疑人也被拘留 二十四五岁的年纪为了狂热的追星就做出这样有被功德,而且让人感觉到恐怖的举动,也真的是很无语了 甚至他们还倒卖那些私人信息赚取利益,甚至在平台炫耀他们能够掌握一手的资料,掌握最新的行程 面对口供的时候,他们还自称是粉丝,可是在真正的摩托姐姐眼里,这样的人不配称为粉丝,说他们是私生是黑子的不为过 哪有真正的粉丝会做出这样伤害她的事,真正的粉丝爱她都来不及呢,又怎么忍心去伤害呢? 真正的摩托姐姐都恨不得将自己的一颗热血红心捧到她的面前,把世界上最好的给她 把最好的爱,最好的拥护,最好的关怀展现出来,去守护她,而不是打着粉丝的名义去做伤害她的事 这样的人不配自称粉丝,更不配衬摩托姐姐 乐华演唱会大家期待依博的舞台,现场的粉丝的姻缘我们也看得到,那样粉丝的出圈的爱 一点一滴围成的组成的温暖,才是粉丝们的喜欢 真正的粉丝爱她都来不及,假的粉丝只会打着爱她的名义去做伤害她的事 如果真正的爱她就是保留一定的距离,给她留下空间,给她足够的自由 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合适的地点去见面,不更好吗? 其实不管是当今的流量明星,还是老一辈的演员偶像,他们也都有过狂热的粉丝 每个走红的明星背后,在粉丝群体中自然会有一些偏激的存在,在粉丝中夹杂着私生的存在 然而有的时候演员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光鲜亮丽的同时背负的重担 身上承担的压力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约束好自己的行为,管不了别人,但是我们却可以管住自己 甚至我们也可以选择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呼吁大家理智 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更不要被猪油蒙了眼,盲目的去做偏激的事情 害人害己的行为终究是不可取的 让我们把更多的关注,更多的目光放在舞台上,放在作品上 看闪闪发光的一波,不更好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